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部長跟林建署 吳署長 請徐部長、吳署長備詢 委員好 謝謝 發生這樣一個很不幸的事件 確實如國外的見解 就是說 某種程度是燒出了 台灣一個貧窮的惡性循環的案例 我們都非常的傷痛 但是痛定失痛的時候 我知道你們也都在檢討 本席提供一些我們檢討的更細膩的方向 提供你們在檢討的時候 有一個更全盤的考量 這張圖當然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個案他剛推出的時候叫做金套房 讓我們實在是百味雜陳 今天從金套房變成這樣一個悲劇 那這中間漫長的數十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早期法規命令沒有落實 他可以大大大的在一開始推出 拿到使用執照的時候 然後馬上其實就是違規使用 那隔成這樣一個狹小的這個住屋 195戶隔成這個樣子 在公安上從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埋下了一個悲慘命運的因子 但是我們藉由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的第一個很明顯的缺失 一個漏洞 我們需要補的就是所謂的管委會 那因為種種這樣的一個歷史 嚴格下來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管委會 能不能讓住宅的安全環境 能夠更得到保障 會變成是我們第一個檢討的 但是這個管委會 將來你們要修 我是不曉得你們目前要修的方向是怎麼樣 目前其實法律是有的 我們來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是在1995年的時候 它的第13條 任何這個公寓大廈都應成立管理組織 都應該成立管理組織 但是或許是因為執行上面的困難 所以到了2003年 那我們就把這個因的下面 然後增加一個得分期 得分期 因為有太多太多公寓大廈沒有辦法成立管委會 所以法律讓步 讓步一個應成立管理組織 但是得分期 那麼各縣市的分期 我們拿六都來看 各縣市的分期 2003年修這個法可以分期以後 那時候中央是到2009年才開始考核 那麼地方政府呢 開始執行是什麼時候 是2013到2015才開始執行 所以新北市2013年開始分四期八年執行 台北市2016到2022分區執行 高雄市也是2016年開始辦理清查 台中 桃園 台南 我們都看到 那麼台南市最晚 到了2017年才公告福島計畫 可以福島成立管理委員會 各縣市的計畫是這樣 我們認為即使再困難 這個計畫的進度 我們都不能接受 2009年的時候就說 應成立這個組織了 2003年的時候看到說 無法落實的時候 開始說要計畫分期輔導了 但是我們從2013年開始 各地才開始下去執行 而依據這些執行 我們以台中市來看 它要到2025年 要到2025年才要執行完畢 我們還要等幾年 然後桃園要到2024年 那台北也還要到 2022當然是明年 可是我們來看台北 雖然2022要分區執行 但是報備率呢 報備率我們來看的時候 台北市是明年 就要執行第一階段的四年 可是目前的報備率 只有37.5% 今天台北市同仁也在場 我特別來看一下 我們有一個非常綜合的掃描 來看的時候 所以即使有計畫 即使有計畫 那麼以台北市的案例 2016到2022 這麼多年下來 報備率也只有37.5% 所以打擊高雄是不對的 因為高雄它的報備率 是高達65.02% 所以本席主張 本席主張除了修法的研議以外 有關於福島公寓大廈 成立管理組織計畫 我們全面下去 各縣市下去盤點 中央制定出一個政策 提前完成進度好不好 感謝委員這個指導 我們會按照這個來處理 那這個禮拜五開會的時候 也會把委員的意見 來跟各個縣市討論來處理 我們感謝委員這個指導 這個建議非常的好 我們會來照這樣做 時間我們希望提前 那什麼要優先 你來看一下這個統計 什麼叫做複合甲類場所 就是公共安全最重要的場所 對不對 那麼什麼叫做複合甲類的多目場所 銅洞 銅洞多目 就是銅洞裡面 有各種公安 就是公共使用的 種類最多的 那種叫做銅洞多目 對不對 好你看全國 複合型的甲類處所 總共是1080處 那麼複合甲類 且銅洞多目368處 這些地方 尤其這368處 銅洞多目的甲類場所 你們更要優先 輔導完成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們會按照委員建議的 會把它優先再處理 輕重緩急一定排在前面 你各縣市你盤點他說 你到底多困難 你總共是多少 你有什麼樣的人力 你有什麼資源 我給你補齊以後 好你弄出你的計畫 我要提前完成 除此以外 你再抽出 抽出這一些 特別優先的這些場處 好不好 好感謝我們 我們會按照這樣處理 這是一個